如果说你是这个 风向星座的朋友 当你想要做一个开运的时候 我觉得减去这个 三千烦恼师对你来讲 其实就是一种 焕然一新的这个暗示 像那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有一些白噪音 他们会用剪头发的声音 来去代表说让你放松心情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剪头发的那个声音 或者代表说你就要放松心情 来 我们请教一下艾菲尔老师 适合十二星座的省钱开运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题版 十二星座的省钱开运法 那么这个题版就是要告诉大家 能够开运的方法 但重点是要能够省钱 那我们今天来宾 这个天人 太阳跟上升都是天平座 我们的爱玲是双鱼座配上水瓶座 那么观众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跟上升星座 那么来推荐你 十二星座的省钱开运法 那么来开第一组 如果你是这个风向星座的 双子座 天平座跟水瓶座 那我觉得我要推荐给你 像我们的这个天人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还有那个我们的美玲老师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美玲老师是水瓶座 爱玲也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或风向星座的朋友 可以用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省钱开运 叫做剪短头发 真的 坏然一新 如果说你是这个风向星座的朋友 当你想要做一个开运的时候 我觉得剪去这个三千烦恼师 对你来讲其实就是一种 焕然一新的这个暗示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剪头发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能够让你放松心情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剪头发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你只能够乖乖地坐在椅子上面 去享受那一个小时的平静 有时候像那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有一些白噪音 他们会用剪头发的声音来去代表说 让你放松心情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剪头发的那个声音 或者代表说你就要放松心情 因为你就不能够乱动了 老师你刚刚说三千烦恼师是谁 三千烦恼师 我想说三千烦恼师是哪一样 三千烦恼师 是三千烦恼师 OK 所以呢 有不一样吗 今天艾别人老师好可怜 我觉得你们小小的在欺负他 没有 我跟你讲这不是 我们直接开启他的能量 要启动我吧 OK 好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是风向星座朋友 你要做一个开运的方法的话 赶快可以预约一下 剪头发 剪掉什么 剪头发 而且是头发可以剪短幻然一新 而且刘海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剪得比较开朗一点 把你的这个天庭露出来 也可以达到开运效果 来看第二个族群 这个族群是火象星座朋友 母羊座 狮子座 以及射手座朋友 推荐给大家 那么这个呢是省钱的开运法 是结缘不失皆大欢喜 所以呢我有时候会带一些这个 就是 香蕉 香蕉 农产品 OK 就是台湾的这个小农的农产品 没有农药的啦 所以呢就是结缘不失皆大欢喜 其实呢对于火象星座朋友 如果说你是观众朋友 这个母羊座 狮子座 射手座 你可以把你们家里面的一些土特产啊 不要吝啬 带给你的同事分享 我相信能够取到一个好运的效果 不是 应该没问题吧 他那真的没有农药 那老百 真是很好吃 对了 好来看第三个这个省钱开运法的推荐 如果说你是巨蟹座 天蟹座 双鱼座 我们的艾玲 还有我们的养兰姐 如果是水象星座朋友呢 省钱的开运法推荐给你是什么呢 是不吃牛肉 可以达到三仙的庇佑 为什么啊 这个问题你把它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对因为呢如果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其实不吃牛肉就是不杀身啦 那么从道教的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牛呢 他是太上老君的座骑 那他本身的神格 认为牛是有神格的一个动物 所以不管是从佛教 或从道教的角度 如果你不吃牛肉的话 有一个传说就可以得到三仙庇佑 那么三仙是哪三仙 就是福禄寿三仙 我觉得呢 如果你是运到这个 不管是健康 还是运途上的一些卡卡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不吃牛肉 那个不吃牛肉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牛字 如果你上面加一个宝盖 就是牢狱的牢 所以不吃牛肉 其实也是脱离牢狱之灾 有这样的寓意 对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大家呢 可以参考一下 也许能够帮助你顺利改运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个族群 如果是金牛座 处女座 摩羯座 省钱开运法推荐给你 你可以做到这个 打扫寺庙 对 累积福折 因为我们刚刚节目有讲到说 如果说你要居家开运的话 其实把居家打扫干净 但是呢 在为你做一个进阶的 一个开运能量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金牛座 处女座 摩羯座 你想要得到更好的 开运能量的话 不如发一个新念 你到寺庙里面去打扫 一个礼拜 或者是两个礼拜 试着这样做 可能会帮你启动一些 好运能量 那么以上呢 就是推荐给十二星座的 省钱开运法 给你做参考 好 开运小庙钟 第五 晒太阳 遇到沮丧的事情 把自己关在房间 是很难想开 或是转换心情的 你敢这样 你不要再演了 好 来 就像发霉的东西 就会拿去晒晒太阳 对不对 所以天气影响情绪 也是有其根据的 所以你不妨走到户外 去晒晒太阳 不只能够感受到生命力 活络思绪 排出废弃 同时还能静下心来 与自己相处 理清思绪重新出发 晒太阳很乐 我觉得晒太阳真的好重要 因为以前 我那时候大学 也是在外面租房子 你讲话就很不准 你看起来像有晒太阳 有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有晒太阳 太白了 起念心 对不对 起念心 对 好气 请问你 你要有擦 那个装具 我超爱运动 对 我其实是个很阳光的人 我超爱晒太阳的 然后反正我那时候 大学的时候租房子嘛 然后我就租到一间 它不是直接晒到太阳的房子 它就是在我的那个阳台 看出去 它其实是对面的房子 对面的大楼 对 有些阳光不会直接的晒进来 那我那时候搬进去住的时候 我就一进去 我就闻到说有一股那个 像是那种发霉味 就是霉味 臭扑鼻 对 但是很奇怪 就是我的室友他们都闻不到 他们都闻不到那个味道 他们说有吗 他说家里没有味道啊 我说有 就是有一个霉味 然后后来住了一阵子之后 我其实才住一个礼拜 那时候住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开始生病 就是开始各种 然后永远睡不饱 我就是觉得我很累 然后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 这间房子就是有阿飘仔 因为我亲眼看到 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 所以它其实就是磁场 真的不是很好的一间房子 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就是退租 我连那个押金尾都不拿了 因为这种事情 我很难去跟人家争辩什么 因为别人可能看不到 就只有我看得到或什么的 可能我比较敏感 所以后来我就马上搬了家 就搬到一间就是 采光非常好的房子 然后一切就是顺顺地走下去 包括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是 就是客厅就是很大的窗户 然后太阳每天就是晒进来这样子 对 然后我的床也是 就我每天睡觉的地方也是 太阳是会把我晒醒的那一种 对 然后我平常不是很喜欢拉窗帘 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就是 一定要有光线照进来 这个晕才会好 你不怕人家偷窥啊 我因为我家住顶楼 所以外面刚好是那个你知道 就是view 就是很棒的一个view 对 晒一晒可以开开自己的思绪 也把一些冤亲债主 一些倒霉鬼把它晒走 对 然后有时候如果说可能比如说 心情比较低落啊 或是遇到一些事情 可能觉得自己短时间内 可能磁场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就会去晒太阳 我会在中午12点 就11点到下午1点中间 对 就50 然后我就会去可能比如说 去行天宫啊或什么的 就是去一个地方 然后坐在那里 就晒晒太阳 然后让自己的磁场 就是稍微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这个好 这个蛮重要 好拍法 好 赞 接下来第六招 穿亮色的衣服 哇 来 黑色的衣服真的百搭 也不容易弄脏 但在光谱上 黑色可以吸收所有的可见光 能量场上也是如此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不管什么能量 黑色都能吸收 尤其是负能量都被你吸走了 难怪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 还有 那个唯一穿黑色的看得到 刚好今天穿了黑色 撇开能量不说 人群中肯定也是穿着亮色的人 比较容易被发现 亮色衣服能让你看起来更加神采 飞扬跟黑色的比起来 我们在吸足你的财气 对 我觉得老师还是 亮色跟黑色 就是说如果 这些人不是太顺的话 穿一点亮的颜色 还有或者是幸运的颜色 是 是 是 对 对不对 好多 来来 接人 所以你有听从老师的建议 穿了幸运的衣服之后 整个人做事也变得积极了 对 就是 是穿那种道士袍吗 不是 无事袍那种 没有 我是之前算那个 算生命零数 然后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 就从我开始会打扮自己开始 我就很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我穿白色的时候 好像还蛮好看的 然后身边朋友都说 白色就是适合你这样子 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其实拖延症蛮严重的 就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就会想说 算了 就是再过几天再用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算那个生命零数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因为那个老师就跟我讲 他就说 你呀 不要穿白色的衣服 然后我想说 天哪 我想说我的衣柜里面 全部都是白色的衣服 几乎有八成都是白色的 然后他就说 你可能不是就是白色穿太久了 你整个都变黄吗 脸都白了 身体的白 都仙女飘了 每天都 什么事都没关系 好累 想睡觉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 就是我的生命零数缺少的数字 好像是某一个某一个数字五吧 然后说五对应的颜色是蓝色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确实我是很喜欢蓝色的 就是我很喜欢蓝色的元素 就是我除了白色之外 就是喜欢蓝色的衣服 然后后来听到他这样讲之后 我就问说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蓝色 他说因为蓝色比较积极一点点 就是如果说比较 蓝色不是白色吗 你会忧郁了吗 不太一样 可能在欧美吧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可能就是多穿一点蓝色的东西 然后会比较积极一点点 然后也会比较 比较有滚动的感觉 比较有力量 对 然后后来也是有听说就是 红色也是不错的颜色 就是红色穿上去也是会比较旺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的衣柜白色的衣服就越来越少 我在短短的半年内 我的衣柜大概有八成全部都变蓝色 就从仙女下凡了 就是你也没什么听话 你今天也是穿着黑的 对啊对啊 就是工作或什么的 我就是会可能就是穿的比较 所以今天回去他的黑的全部都丢掉了 在黑的也没有不好 黑的有的时候它很稳重 对 感觉黑色好像比较白色来说 但我还是喜欢白色 偶尔还是会穿一下 是 所以 对 其实不同的颜色真的有不同的能量